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有只狐狸在散步 它便一跃身扑过去 毫不费力地抓住狐狸 它正准备吃掉狐狸 狐狸眼睛一眨 说 哼 你是不能吃我的 因为天地派我来做百兽之王 如果你敢吃我 天地肯定饶不了你 老虎知道狐狸狡猾 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正在犹豫的时候 狐狸说 怎么 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那么我们到森林里走一趟 我走在前面 你跟着我 看看大家见了我怕不怕 于是 狐狸就大模大样地在前面开路 而老虎则小心翼翼地在后面跟着 它们走了没多久 许多小动物发现走在狐狸后面的老虎时 不禁大惊失色 狂奔四散 这时 狐狸很得意地掉过头去看看老虎 老虎见到这种情形 不禁也有一些心惊胆战 但他并不知道野兽怕的是自己 还以为他们真是怕狐狸呢 狐狭虎威 被后人用来比喻 假借别人的威势来欺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